上集啊,咱们在找人类的过程中 因为好奇,在这个扣一只给滑下去了 这次浪哥我可不好奇了 好奇心害死猪啊 但是呢,这儿貌似也没别的出路了呀 这难道说和这个齿路有关 不管了,先看看它能不能动起来哈 浪哥我感觉就是个木头 嘿嘿,终于可以继续找人类去咯 诶,这不是啥玩意儿啊 这么大个 呀,这边还有两只 吹一个又大又圆的凤球 是世界上最好的锻炼 呃,原来这家伙是屎克朗啊 浪哥,我这来到了凤城 唉,找燃料咱又找到凤城来了呢 这又有两只 难道它们和燃料有关系 呀,这回问我 听没听说过粪便 嘿,这谁也没听过呀 不仅听过,还见过呢 美味又营养 而且烧起来我特别忘 啊,这 这前半句话浪哥我没办法给你们证实哈 但是这后半句话就很有用了 看来浪哥我找的燃料 应该就是粪便了吧 哦 而交换分辨的条件 就是帮它们过河 哦 嘿嘿,小问题 浪哥我让鸡翼也都动起来了 帮屎克朗过河 这有啥难度呢 分分钟钟搞定 耶 好了,就这样吧 随便弄弄 浪哥我看这部个小水坑 也淹不死他们的 好 师哥,请过河吧 音乐 起 好,这条河再渡过去就差不多了哈 十个,慢点啊,十个 哎呀,咋还就来了个倒里喝水呢 不好意思啊,十个 哦,这河可算着过来了 你看,这库过河 他还得感谢我 你说这是整的 怪不好意思的 好了,那么现在浪哥我就可以需要分辨 阿扑一是要燃料去了 他这是要滚到哪儿去啊 嗯 哦,原来直接给我送到这儿来了呀 可以可以 让我上去 问问这粪球咋运上来哈 呃,他只是告诉我 在你东边找蜜蜂 并没说粪球咋弄啊 行吧 浪哥我自己去把那粪球运上来 哎,没办法 慢慢用蛛丝给它吊上去吧 哎,原来有电梯呀 嘿嘿,那个方便多了呀 除两根蛛丝 然后,走你 就先把它挂到这儿吧 待会浪哥就去东边找蜜蜂了 哦 好,差不多了 走喽,找蜜蜂去喽 话说,这蜜蜂干啥呢 这个应该就是了吧 进去看看 嘿,别说 这蜂巢还挺豪华呀 不错,不错呀 浪哥和他们来了一番简单的交流后 于是 这蜜蜂就把我带着一个劲着飞 大哥,我说你能不能飞慢点啊 万一待会撞了可咋整啊 哦,原来这家伙是个修补将啊 没一会儿功夫 就把这个飞蛾潮漏的地方给修补好了 那么接下来 那我就要让这个东西飞起来了 根据我们之前蓝图来哈 好,大致看明白了 开始吧 好,大致看 呃,虽然连了不怎么地啊 但是只要能飞起来就行了 准备 好了,小伙伴们 这就是今天小蜘蛛的故事了 相信离旧猪秀妹子也不远啊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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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